羊毛战绩第八集 终于在万人期待中更新了 在这一集里 K姐最终没有能逃脱老白的手心 老白真正的身份开始公开 她才是这个地下城的最大boss 在上集里 K姐拿到小黑留下来的那个硬盘 这个到底里面藏着什么秘密 为什么自己的男友看了她 就被谋杀了 爱玲看了她就闹着要出去 小黑也是看了她走出了地下城 这么神秘的硬盘 成了K姐最大的好奇 她来到自己父亲的医院 躲过了突击队的追查 因为全地下城 只有父亲的这个医院 是没有摄像头的 她将硬盘连接上电脑 但是打开硬盘需要密码 这个密码 只有死去的爱玲会破解 当年也正是爱玲破解的密码 才让神秘男看到了 里面不可思议的视频 而K姐没有办法 为了能躲避追查 她将硬盘先藏在婴儿床里 至少这边暂时是安全的 然后来到自己的警局 这时的整个地下城 全部都被司法部的人戒严了 他们不顾任何法律的限制 开始对警局的每个角落开始搜查 K姐也当着众人的面 打开了背包 等司法部的人检查无果后 趁机拿起法律规定 开始对大胡子反咬一口 因为司法部和警局 都属于执法部门 在没有市长和大法官的许可令下 是不可以彼此调查办公室的 而此时大胡子正在为自己申辩 说自己是得到市长老白的许可 但是保罗可不管那么多 没有白纸黑字 就要按张办事 这个时候的K姐 心里知道时间不多了 当保罗带走大胡子后 K姐立马锁上大门 在大胡子执行官的办公室里 开始查找起来 因为她总感觉 大胡子有着整个地下城的秘密文件 果然在一个抽屉里 K姐发现了一盒暗格 她打开暗格 拿出一个绝密文件 打开的那一下 震惊了K姐 原来是K姐母亲的档案 档案里记载了 K姐母亲的真实身份 原来她是地下城神秘组织护活者的成员 当年根本不是父亲举报母亲的 而是被大胡子全面地监控 才被发现了秘密 所以母亲的去世不是自杀 而是被大胡子的父亲安排人给暗杀了 如同神秘男被判定是自杀一样 草草结案了 看到真相的K姐 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对父亲的积怨 她再次来到父亲的医院 这才将实情全部给父亲说了出来 拿出藏在婴儿床的硬盘 并希望父亲能帮忙 将消息传给米姨 现在整个地下城 能精通硬盘维修的 只有米姨了 K姐想通过米姨来破解硬盘的密码 父亲答应了 K姐带着硬盘离开了医院 一走出来了 司法部都安排了人员对每个经过的人排查 目的就是要搜出这个硬盘 K姐立刻掉头 看来现在是无法到下层去和米姨见面了 就在为难之际 卢卡斯又主动来找K姐 你记住我说过 卢卡斯是老白的人 老白安排这个卢卡斯接近K姐 就是美人计 为了就是这一天 能逃出K姐的信息 果然 K姐对卢卡斯毫无防备 还拿出硬盘问卢卡斯 有没有办法能知道破解密码 这个真的看得纠结啊 你这个不是问错人了吗 卢卡斯假装知道这个 就是内部使用的硬盘 说是在司法部的时候 见过这样的硬盘 并给K姐一个方案 说只有警局的电脑 才能利用高等权限 强制打开硬盘的内容 K姐相信了 而她不知道的是 一切都掉入了老白的圈套 K姐已经是上了攻的键 到了不得不发的时候了 明知道身上带着硬盘去警局 肯定会被查的 但是她还是要实时 来到关卡的时候 司法部的人不管你是谁 都要求检查背包 而K姐只能谎称自己的背包 已经被司法部检查过了 而且自己还是警长 没有必要再次检查 但是这个司法部的人 压根不管你是什么原因 只要经过我这一关 就必须要打开背包检查 那么K姐会不会被查出来呢 她又能否打开硬盘 找到男友去世的原因呢 请持续关注我 给你说 故事的就是我 我就是KD 或者是5个女人的 她是5个女人的 好了 让你这是贵的 参考虑